美国第五大军种 2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之前向国会提加C1年度的财政预算草案 但是今年的情况有点特殊 总统和国会之间 因为美墨边境隔离强57亿美元的预算问题争执不下 一气之下把政府关门了34天用22小时 结果只好等到1月29号政府重新开门后才开始制定 经过一个多月的警感漫感 最近才陆续公开了预算草案 所以从这会儿开始 美国政府各部门里辛苦穷的时候也到了 最近国土安全部下面的海岸警卫队 也忽诉说什么平台老话 吹破冰船 需要17亿美元才能基本解决问题 这样的表演自然也在哭穷 谁让国会这帮大老爷 一向又会哭的孩子又奶吃的传统习惯呢 实际上跟大家印象里的海警专门干鸡丝 呼吁的活不太一样 美国海岸警卫队这只拥有87000多人 1990艘船 200多架飞机的队伍别说什么鸡丝 呼吁了 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预备海军 参加了美国帝国以来的历次战争 越南战争时还在美国海军的指挥下 万里迢迢到越南干活呢 加装了火炮和反舰导弹的 汉尼尔顿级巡逻舰 表现一点不比美国海军的现役舰挺差 所以对它的发展 美国国会一直是跟美国海军同等对待的 也是典型的国会重额 每年经费最少110亿美元 相当于俄罗斯全年军费的六分之一 这样的情况 如果说上穷的话 将第十二位以后的其他国家海军怎么想 再说海岸警卫的舰船 可一点都谈不上什么老舅 特别是它拥有的七艘船 及级远洋巡逻舰 这种排水量达到了4600段巡逻舰最老的 才不过服役了十个年头 而且干脆就是按照战斗舰艇的标准建造的 虽然表面上只装备了一门57毫米舰炮 但它却配备了跟海军最新型的 竹母沃尔特级驱逐舰同型号的电子战系统 和作战管理系统 并且留出了加装反舰导弹 进防武器的空间和多位 开称世界上最强大的海警船 这样的水平怎么也跟老舅两个字沾不上边吧 当然 跟俄罗斯41艘破冰船的队伍先比 美国可怜兮兮的两艘破冰船却是少了点 以后在北极圈内的竞争中很吃亏 但是要知道 美国最后一个造过破冰船的艾文戴尔船厂 五年前就倒闭了 而且美国法律禁止进口军用船舶 破冰船的问题 怎么解决怕是美国人自己都不知道 海岸警卫队拉他说是不过就是卖惨罢了 不过每年的预算季都是美国各种表演苦情戏的时候 各种其他项目层出不叠 海岸警卫队拉没有破冰船 平台老话说事都算正常了 要知道美国陆军委 那片经费都搞出了设成1600公里的超级大套项目 这思路保不齐 还是从老对手萨达姆那里学来的 可萨达姆是谁 美国人要堕落到他那个程度了吗 逼者言 美国已经在海陆空海军陆战队 海岸警卫队之外 成立了空前军 还有网络部队 集结合海陆空 还有六大战区司令部 此刻只能司令部评级 就海岸警卫队来说 其属于一个军民结合性质 其主要只能不是对外作战 而是海岸警戒与巡逻 执法性质 所以如果需要 美国可随时将警卫队船之军事化 如上文所说 上面不少位置是为军用预留 可随时加装舰炮 逆直战和导弹发射系统 更可以将海军与空军 海军陆战队退役装备 充实进来不少人调侃 世界第一海军是美国海军 第二海军是退役装备组成的潜在海军 这里面包括诸多星际巡洋舰驱逐舰潜艇 尤其是排水量达到9万吨 可搭在战机达90架的企业号核动力航母 除了美国没有任何异国能比得上 一条坎称 世界第一空军是美国空军 第二是海军航空兵 第三是退役空军战机组成的潜在空军 也就是说现在的海岸警卫队其实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战力 美国退役战机美国退役航母当年的企业号核动力航母 事实上美国海空军等退役装备保存很好 在有限的时间内可随时拿出来服役 大个人认为如果美国真的到了动用退役装备的那一天 世界也差不多灭亡了 作者公众号SHXF9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